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 带你走进全世界 我是崔永康 包括两岸国际大事 带你深入魄西打开视野 在YouTube收看的朋友节目 按赞订阅分享 开小铃铛 这个周末 拜登踏上了欧洲的土地 高喊 美国回来了 要疫苗 我给你 要建设 我帮你搞定 大家一起抗中吧 不过显然 G7当中 有人不准备买单 我们来看拜登有多少的号召力 而习近平跟普丁 接下来如何的建招拆招 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 包括了国际情职专家 赖月轻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郭正亮委员 大家好 淡江国际事务学院的院长 王高成 主持人 各位观众大家好 美国共和党 秦亚太区的主席Ross 大家好 先来看中美的大斗法 这个礼拜当中 美国的参议院通过了 创新与竞争法案 而中方呢 人大就通过了 反外国制裁法 这创新竞争法 内容非常多 总结当中的重点 五年 2500亿美金 要投资美国的科技领域 最重要的就是 他们评估了 美国在很多领域当中的 供应链 哪些比较失衡的区块 他们要补足 从研发到生产制造 那中方这一个 反外国制裁法呢 简单来讲就是 所有去执行 美国制裁的个人 或企业机构 你执行 我就制裁你 这简单跟明了 先前下郭伟员 你先帮我们 比较 全盘式的 点睛式的帮我们讲 这两个法案 大多法重要的实质影响 我觉得美国大概提出了 四大他所重视的 全球供应链 第一个是半导体 那第二个是 大容量的电池 那主要就是电动车 那第三个是 就是关键的原材料 那第四个就是 我们讲那个药品 跟原料药 API 那这四个确实 其实美国都有一定的实力 那这个 他会在 我觉得会在亚洲找到蛮多伙伴的 比如说我们台湾 4月29日就成立了一个CDMO的一个大基金 那这个我觉得也是在配合美国的 然后还有电动车 台湾的产业链等等 那中国大陆比较是针对 因为美国对他发动科技战 所以他也要有做制裁的法员 因为过去给人家感觉 美国有一大堆法员 那中国没有 这次法员很快 应该预念一段时间了 对可是他会碰到一些 一些选择上的困难 因为美国对他的科技制裁 已经非常多项目了 可以帮我举个例 选择上的困难什么意思 比如说 拜登就已经对他制裁 59家企业 实体型单的 那这几家企业 美国事实上就有一些企业 已经在执行中了 那中国是不是要立即 对这50家相关的 对他抵制的企业 做出反击了 那这里面的选择 如果一次性的 那恐怕那个规模会非常大 那他如果是选择性的 那标准是什么 大家也会想要观察 大概是这样 不过可以简单来讲 就是中美之间的经贸 是没有脱钩的嘛 现在看起来铺陈 就是科技战照打 但是经贸好像关税的部分 有望可以解开那个死胡同 但是经贸没有脱钩的情况之下 在科技这一块当中 看得特别清楚的 创新竞争法当中 美国要从研发到生产制造 这个产业链 它希望能够美国自己有 牵涉到国安的部分 要自己能够完全的掌控 所以经贸没脱钩 但科技中美之间要断裂 这个方向发展是如此吗 王院长 目前看起来是大概是如此 因为我们看到其实去年 即便是在川普的政府之下 这个中国还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那想当然了的贸易逆差 也是最大的 所以可见就是说 经贸要完全断绝是不可能的 而且我们看到中美之间 现在这个双方的这个商业部长 以及贸易谈判代表 也都开始又恢复对话了 我想就是说在这个贸易方面 可能会有下一步 大家看怎么样子 来进一步的这个推动 但是在科技方面 我觉得美国现在采取 是围堵的政策 也就是说他希望维持 因为这是一个全盘竞争 他就是在关键技术方面 他是希望能够维持领先 所以任何他觉得 只要能够有帮助中国的 这个技术提升 尤其像关键 半导体 这些人工智慧 他就采取制裁 包括他自己他不输出 他同时在海外的 用到美国的技术 他也不让他出去 另外我觉得看到就是说 目前他这样子的一个竞争法案 好处就是说 他不是只有制裁别人 他现在是把钱投资在自己本身 就是他在这一次的 其实从疫情期间看起来 他知道这个半导体 美国的短板就是说 他只会设计 但他不会制造 制造都是在委外 像台湾跟韩国 同时车用机面他有少 所以他未来他会加强 他自己从这个设计到整个制造 完全地这个来自己满足 所以我想就是说 未来看起来是如此 就是说在科技方面会持续竞争 这个竞争里面 他会去限制这个对中国的发展 可是我觉得也不是完全会切断了 包括像最近他对小米 他就是说因为打了司法 小米在美国司法的这个胜数 他又得恢复对他的这个接触跟供应 所以我觉得可能一些低阶的科技 大概还会继续保持接触 但是关键的他会想办法加以限制 我觉得延续王院长这段话 他说美国在这个反应当中 懂得投资自己 因为在这次 不管疫情造成或者是中美抗衡之下 在科技这一块晶片这一块 美国确实有一些制造是在海外 要不然韩国跟台湾也不会如此的重要 所以金额给大家报告 520亿要投资给美国自己的企业 当作半导体的研发 15亿美金开发美国企业相关的5G技术 中美贸易战 我们节目常常聊到 美方对于中方最购币的其中一点就是 大陆花太多的国企补贴 你所有钱去补贴自己的企业 这是美方所一直放在心里头的 但这个美国520亿 给美国自己企业的半导体研发 15亿开发5G 这不算是企业补贴吗 这当然是 但是问题 当然是 其实欧洲也在走同样的路 例如说你德国 在这次的疫情中 德国由官方由政府 那么介入去购买股票 把很多的这个准备要倒的 这些有竞争力的民营的企业 都被收归官方控制的股份比较多 那它是不是变成 从自由化的市场 从民营转变成为官营 其实本来就是这个道理 那美国怎么可以一直在之前 贸易战的时候 揪着这一点打 其实在过去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自由市场 跟国家资本主义的 之间的区别 但是问题就在于 自由市场 其实本身也不是 绝对性的自由市场 为什么 因为这个就是为什么 中国大陆跟美国一直在 这个地方纠结 就是说 美国有非常非常多 其实到今天为止 在全世界具有主找主带性的 这种原创型的科学技术 其实最早的时候都是由工部门 投资的资金 例如说 当然也有一些民间赞助的 或是民间设立的基金 例如说通用 或者是其他的 他们本身给大学来作为研发的 可是我们不可否认 就是当时美国政府 或者是美国的军方 他们拿了很庞大的资金 那么有委托由他们的大学 来去做研究 甚至美国的很多著名的大学 本身有很多的研究所 研究院或是研究中心 它就是官方的 也就是军方 而且本身都有派 美国的海军路战队 或是美国的宪兵去驻守 一般悬掌人等还不能进去 也就是说 它是在美国的一个自由的 校园内的一个独立的禁区 这个代表什么 就是美国的军方投资下去的钱 所以它是绝对的保密 它的很多技术开发出来了以后 可以转变成为民用 就转出来了 转出来民用以后 它就开发出来 然后变成民间的一些产品 这好像天才又有补贴 又有技术转让 都有 都有嘛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被大家争议 在诟病的就是说 你在初端的这个研发 这么庞大的费用 而且有时候用了 五年 十年 二十年都不能 的这些费用里面 都是军方或是官方 一直挹注的资金 跟技术人员 还有用私立的大学做公家的事情 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的时候 你今天开发出来的产品 变成民间的 然后它很快地就构成了 一个垄断型的企业 因为它是独创 它是原创 所以它很快地就寡占了 整个世界的氛围 这个时候转变成为民间的企业 转变成为民间的企业以后 就说我们要自由市场 谁理你这一套 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 因为中国大陆的国家资本额大 所以中国大陆国家资本额大 它很快地它的公司 就会在全世界来讲 就有强大竞争力 其实台湾跟韩国当初 不也都是走国家资本主义吗 所以美国这一套逻辑 它玩 然后其他国家玩 但是规模没那么大 没有对它产生威胁的时候 它在机贸单 战役当中就不会揪着打 台湾哪一些企业 当初不是国家资本主义 有竞争力的企业 不会因为你小 而且你是做代工 你威胁不到美国的技术 而且你是美国 技术的重要的一个 补充部分的时候 你OK的 它不会用这个国家资本主义 或是说自由市场来打你 可是当你的规模 大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它就要打你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为什么美国 在这个标准中在国际上 你看能够跟它站在一起的 就是聊聊可数的 欧洲的那几个国家 可是你讲到法国 法国就没有了 因为法国本来就是一个 很大的一部分是国家资本主义 例如说你说他们生 法国的他们生 它到底是民营的还是国营的 还有法国有很多的 这些战略型的公司 它是居民两用的公司 它到底是国营还是民营 法国为什么在常常在这个部分 不会跟美国人在那统一条战线 美国人能拉的就是英国嘛 老师你要补充一下吗 我真的没想到我们共和党 会如此支持 做下 做下这条路 因为以前我们共和党 都是资本主义为主了 自由贸易为主了 不支持这种企业补帖 虽然以前美国有 莱老师说 本来美国就有 这是事实 但是美国的恶度 不像中国大陆或欧洲 或日本台湾南韩那么高了 但是现在美国也是 都想这条路 所以以后 美国不管是 以前用国内法律 或去WTO大管制 说其他国家 不管是欧洲 日本中国用这个补帖 然后我们要加管制 以后美国当然是不能这样做了 正常说可能是因为国家安全的理由 就支持 其实刚刚赖老师的意思 也不是说现在走上这条路 而是过去其实就有很多 由国家出自的一些技术 后来转到民间之后 大量的发展 它就变成一个垄断的 一个领域的事业了 怎么现在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资金直接进入到 某个产业 去扶持它的一个研发 不过我们来看大陆的反制 美国会不会真的会 有一点点忌讳 来大陆的这个 反外国制裁法 要执行内容 包括有任何歧视性的 针对性的 这外国个人跟实体 对于中国大陆做执行方案的话 就拒发签证查封 还有冻结相关的资产 那这个是来自于BBC中文版 访问的是大陆的学者 问这个有没有 可以造成一些贺阻力 对于美国 他说有两点 国家经济实力用市场来说话 第二 敢不敢运用这样的一个实力 如果说外国的企业 跟个人参与制裁的话 你就会去思考说 如果参与了之后 就可能面临失去 中国市场的可能性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 已经很长的时间了 过去因为桃光养晦 现在外交姿态已经改变了 所以政府敢用这样的实力 也就是愿意用政治 去运用这样的实力 那市场当然 在上也很大的情况之下 就会产生吓阻的效果 你怎么看 这个中国的 新的这个法律通过之后 也不会改变美国的这个政策的方向 回头看一两年前 那美国不管是设限西藏 新疆香港 中国或地方 中央或地方官员 美国也制裁 那是改变了中国的政策的方向 因为很多这些官员 他们也不会去那边 美国的这些官员 也没有在中国有做生意的 也没有去那边 没有必要去那边旅游等等 所以当然这些法律 不管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或中国的角度来看 也是给国内看 我们有因因的措施 你刚才说是跟中国大陆 有做生意的美国的企业 但是我说官员 就是负责这个制裁的官员 他们是在政府做事 他们不是企业主 所以他们 他们不会受到什么制裁 没有制裁 但我说的这个反外国的制裁法 包括美国的企业 跟中国大陆做生意的 他如果去执行美国的 相关的执行法令的话 跟中国大陆禁掉一些交往的话 那可能也会被中方制裁 会 但是怎么证明一个企业 是实现到实行 执行美国的制裁 这个也很难 所以我觉得 主要是针对美国政府官员 不是会针对企业 或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如果企业真的有设限到 执行美国这个措施的话 美国的法律 该企业应该不会在中国 本来就没有做生意的吧 我稍微补充一下 两个都可以 我一直觉得就是说 其实我觉得这个反案 确实是对美国的官方 跟国会议员 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因为他们本来 就是一个政治表态 但是对企业 我觉得会有一些影响 如果它在中国 有投资跟市场的话 就会影响 譬如说前一阵子 欧洲他们要制裁新疆棉 后来查出就是 有一些厂商有参与 可这些厂商都是一些知名的品牌 它在中国大陆有市场 中国大陆这个民间 开始发起抵制之后 这些厂商很多就 态度就开始就软化下来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除了民间自发制性制裁之外 现在有这个法律的一个通过的话 那么如果说有一些企业 那么是政府直接点名要制裁的话 那这个杀商力可能会更大 这比如说点名 他透过媒体点名 你已经发动就可以了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还是有一定的 嚇阻的力量 国会议员你刚才不说 我觉得美国官员跟国会议员 事实上常常旋转门到民间去 所以他也会忌讳 你不要以为他都不忌讳 难道你一辈子都当国会议员吗 一辈子都当政府官员吗 我们有很多国会议员 80岁 有些是一辈子都知道 可是政府官员不一定 那第二个就是 我觉得会碰到很多不好处理的case 我随便举例了 比如说G1 G1它供中国制作了中型飞机的引擎 那G1在中国有极大的部门 它不是只提供引擎 那美国政府现在说 你不能跟中国的客机做生意 那G1只好照办 那中国要不要制裁他G1 其他在中国的事业 消费性电子产品 是啊 那么多家电 因为他又不是故意的 他是美国政府逼迫的 那你怎么办呢 他可能会选择性的 我是觉得 那你看如果这法下去的话 对于美国企业影响的大效果 这个法的规定很明确 就是说 必要的时候 中国道路当然可以动用这个法 这个法就可以把G1在美国的财产没收 直接动结 直接动结 总的最极端是这样 可以没收 可以动结 可以拍卖 对 可是他不是故意的 他是遵守美国法律 他遵守美国的法律 但是伤害到中国的企业 那对 伤害到中国的利益 同样的道理 也就是说 如果台积电假设了 台积电今天接受制裁 那个他被美国通知 你不能再卖半导体给华为 那本来半导体有订单 本来华为有订单 然后就是说我中止了 然后造成 华为的严重的伤害 假设是这样 动结你台积电在大度的场 他可以把你没收 他没收 他可以把你没收 也就是说只要提出诉讼 然后他们送到法院 而且是由中国的法院来判决 那所以只要中国的法院 接受华为的受理 也就是华为提出诉讼 或者是中国的官方提出诉讼 例如我华为我是受害者 那我就到我的法院里面 去提出诉讼 中国的法院如果判决 那这个台积电本身 由于执行美国的法律 那伤害到中国人的权益 所以台积电本身要受罚 所以他是要这些厂商 直接跟美国的政府要对抗 他本来就是这样子 那所以就造成了 他会牵制的 美国政府要这样做的时候 要不要跟你台积电先抽上一下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牵制的效果 因为那个剑已经在 北京那边出现了 那美国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会不会害到这些企业 他会想一下 他一定会想一下 影响比你刚刚讲的 成本还更大一些 还是不觉得 我觉得中间还是会针对美国的官员 如果像两位老师刚刚提的例子 那中国真的会愿意伤害大这些企业 这些企业对于中方利益也很大 所以大家去做话 对 不过我来说不是对抗是要对抗 斗法是要斗法 合作还是要合作 因为刚刚王院长也提到了 中美之间的商务部长通了电话 这是新的 那这个新的讯息呢 其实是在刘鹤跟戴琪跟叶伦 都通的话之后 请教一下过瑜你的观察 中方表示说 这个通话是美方的要求 其实最近好像 从戴琪开始 都是美方先提出想要对话的一个讯息 然后中方就接受 你认为这个部长层级的对话 是展开事务性的实质内容的协商的吗 因为双方都说要务实合作 处理分歧 不过最终还是要戴琪出面 因为贸易战还是贸易代表为主 不过我觉得美国确实对商务跟贸易的部分 拜登还有贺锦丽 他们确实不太喜欢用关税当武器 所以这个最后一定会调整 可是时间还没到 因为他现在一定要先跟欧洲碰头 然后弄出一个钢领 然后科技战要拉高 新冠肺炎的要调查 种种的姿态要拉高 就是套着G7跟北约 拜登走一圈回来之后做这个事 然后预算要先过 预算过了 姿态拉高了 然后才能够对贸易战来做 让相对的缓解 但科技先拉高 对 除了他们两个对话之外 布林肯跟杨洁篪也再次通了话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因为拜登已经跟Johnson已经谈好了嘛 也就是说Johnson也要配合拜登 在G7的时候再把武汉实验室再把它拿出来再谈一次嘛 这个戏就有点像当初小布希跟布兰尔在美国白宫草皮演的戏一样 也就是说在2002年的时候美国准备要去攻打这个伊拉克 然后制造了一个假的情报 然后这个假的情报就栽张抹黑说海山拥有这个核武器 然后就有小布希跟布兰尔两个人在白宫的草皮 就拿出一个身上拿出一个A4的纸 然后说这个就是情报 然后给布兰尔看一下 布兰尔看一下说我证实这个是可靠的情报 因为是引用从英国的情报也来的 后来这个成为全世界的一个大笑话嘛 大规模毁没杀伤性武器 对大规模就是会有核武器嘛 那这两个人就从此以后名誉扫地嘛 布兰尔到今天在英国也翻不了身嘛 因为名誉扫地了 好现在的情况就是拜登跟强森又要演一场戏 可是我觉得大陆的态度已经很明白了 就是说我已经被你调查过一次了 现在轮到你美国的克里克堡 那也要给大家调查一下 而且要五个常任理事国也都要进去看 那你美国如果拒绝的话 那中国道路可以一直要求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部分 也可以在WHO的这个会议中 要提出这个提案来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变成一个攻防战 就很难看了 美国如果一直拒绝被调查 美国也很难看 拜登上任之后 第一次书访就到了欧洲 看座的空军一号 到了欧洲的土地找回欧洲的盟友 大声的宣告 美国回来了 他说这世界民主国家站在一起 要处理最严峻的挑战 非常豪迈 一口气要捐五亿的疫苗 展示决心 请问四位来宾 你认为拜登登高一呼 美国真的回来了吗 YESO NO 全分差 Ross你自己自己举差 美国没有回来了 好 谢谢 反而是那老师跟王院长都回来了 你怎么不听自己呢 你还不能说你自己 还是共和党 还是民主党的总统 是吗 你怎么看温柔举差 虽然过去十年很多人批评 川普的外交政策 尤其是他跟老盟友 有一些不同意见 不管是在 一直鼓励欧洲国家 在军事方面 国防方面 加上投资 欧马里方面会对中国 对俄罗斯 跟德国 法国 偶尔会出现不同的意见 但是我觉得不能说美国不在 因为美国继续 所以你的逻辑不是说美国回来了 是过去四年美国也还在 美国也继续在 美国没有离开了 美国没有离开了 川普党十年的总统 他不是不离欧洲了 所以拜登去欧洲说我们回来 我觉得有点奇怪 他可以说我将来 我政治会不一样的 OK OK 那郭伟 所以你是在为川普辩护 说根本就没离开了 我觉得这个是要看试试 让美国 而且除了跟老朋友 比如说德国 法国 也有不同意见 但是美国跟其他的欧洲国家 其实合作的有非常密切的合作 我觉得美国的力道不够 力道不够 要足以让欧洲人服气的力道 比如说我随便讲 比如说疫苗外交好了 好 G7要提出捐10亿 那你美国拿出5亿 一半还不够 我们全球有78亿人 78亿人你每个人要打两针 就是150亿针 150亿针 150亿针 那现在有钱的国家 是拿到了百分之将近70的订单 是的 这大家都知道 那全国是拿到百分之30的订单 所以你拿5亿出来 这是太小额科了 美国可能觉得一步一步来吗 他现在至少已经占了10亿当中的一半了 美国的想法 而且G7讲的是明年捐10亿 是 那今年大家就死透了 两位我进一步跟两位请教一下 因为你看在这个G7之前 拜登事先跟Johnson见面嘛 刚刚上一段赖老师才会提到 那其实两个人还颁出了 隔了80年之后新的大西洋宪章 80年前的大西洋宪章反的是纳粹 80年之后现在基本上 这个声明当中大家去看 没有点出China跟Russia这两个字 但所有的内容其实就针对众俄 防假消息 防选举干预 保护科技优势 应用网络的威胁 支持WHO调查新冠的源头 捍卫国际海洋航行的自由 还有第一条支持开放社会 OK好 这些这几点能够帮美国找回荣耀吗 刚刚Ros我还没给你请到这一部分 我觉得这个只有 荣耀没有离开一直都在 我觉得这个只有 我觉得这个只有新闻稿的用途 我意思是说过几年了 不一定拜登会有第二个任期了 对不对 我没有说为什么有什么理由好吧 但是这个也是不一定 暂时会做总理多久 我学校 那下一个美国领导者 或英国领导者 他们会看这个东西 这个文件 来当他们的政策的基础吗 这个谁知道 所以我真的觉得 而且只有只有两个国家 而且他们讲的内容就是 这两个国家 外交政策常常提到的东西 没有新意 没有什么新意 没有什么实质的 也没有讲到什么实质的动作 OK 一个大西洋的宪章 在共和党亚太区前主席的心中认为是一个新闻稿 这个很明显是民主党政治人物 像不管是拜登或欧巴马 他们很喜欢到国外去 跟其他国家元首 我说有一个类似的新闻稿 或新的声明等等 因为他们真的喜欢这个多边主义 但是实质的动作在哪里 这个真的是民主党政客的想法 大西洋现场是导致联合国的成立 实质的部分 请教一下委员 这个目前为止 至少就他跟Johnson见面 因为这个内容很有可能就是G7的主旋律 因为他们两个人见面谈的这些内容 也都是之前美方一直希望在G7当中达成的共识 我跟你就教一下部分 这个都是非争议的议题 还有比较有争议的部分 我在那里听有 调查新冠追究大陆的责任 追查俄国的假新闻 网路攻击 重启伊朗和协议谈判 气候变迁 经济复苏 议题很多 你觉得最有可能达到 实质的成绩单 我觉得还是民主高峰会那个调子 其他大概就是气候变迁 这两个我觉得共识比较高 另外真的不容易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比如说你要去打假新闻 那欧洲跟美国的认定 可能不一致 然后伊朗和协议 美国已经有共识了吗 我也打个问号 欧洲很希望 就是强度不太一样 那马克宏还公开讲说 他不要在中美之间站边 所以印太战略 他也不想表态 所以我觉得目前看起来 比较明显的共识应该是 民主高峰会 然后就是气候变迁 大家要怎么推 大概是这两边 美国公司企业税15% 对 因为我们刚才举圈嘛 替拜登跟美国讲一点话 我觉得其实美国虽然说 不是说真的离开 但是过去几年川普的表现 确实让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 大幅的下滑 大家觉得他都是单边主义 只照顾美国自己的利益 尤其跟他自己的盟邦的相处 也不是那么融洽 所以我觉得拜登回来之后 他讲美国回来 确实就是说 美国是没有真正离开 但是过去几年 大家觉得他确实是比较顾自己 现在拜登我觉得就是说 他第一个他愿意跟盟邦 多站在一起 这一点我觉得是 算是跟满有实质上的一些建树 我们看到他在印太地区 有四国安全对话 他也都把他已经整个整合起来了 然后他跟这一次出访 首度就到了欧洲去 而且这个跟G7这些国家 G7不是完全在欧洲 那么但是也会跟北约 也跟英国的这个见面 那么而且我觉得就是说 拜登他不是光讲讲 就是说如果你这次去 你说你要对全世界疫苗贡献 你还是原来的这8000万 人家觉得你真的太小而科 但是我觉得他这个宣传还做得不错 一次就5亿 5亿其实不能算少 因为美国自己囤积的 也不过才26亿而已 大家觉得你美国已经够多 够用了好几倍 但他愿意拿出5亿来 做这个先发 然后又可以带动整个G7 大家共同在家5亿10亿 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这个现在 全世界对于这些西方国家的批评 的声量可以有降低 因为大家觉得说你们都是雇自己 这些开发中国家都没有拿到疫苗 所以我觉得拜登他不只是口号 我是觉得他的作为上来讲 确实我觉得对于这些跟欧盟的国家 以及对第三世界还是有些号召 我一口回应一下刚才王院长这样的一段 没错拜登本来就强调多边 但多边的情况之下 你每个地方都要雇多边多个国家 都有各自多个要求跟议题的主权率 不过先请奈老师帮我发言一下 因为你在旅居法国 了解法国人的思维 拜登还没有到 应该是礼拜五才G7正式登场 他在刚去英国跟Johnson见面的时候 马克宏就已经先说话了 他说在印太地区 我们不要做中国大陆的附庸 也不要跟美国保持一致 对他来讲 关键是欧洲人的团结 一个价值观的共同体 但涉及到我们对于中国的战略的时候 我们欧洲必须要有独立性 等于是拜登登高一呼 我们民主要站在一块处理严峻的挑战 这个有点泼冷水的感觉 法国目前跟德国在联合 在攜手合作在欧洲 要打造一个欧洲自己的战略自主 因为还好 就是说他们很感谢英国脱离欧洲 因为以前英国在欧盟的时候 都是代表美国人在讲话 所以本来欧盟的尤其法国 对英国就有很多不满 后来德国也越来越不满 因为英国通常都是代表 美国在欧盟的利益在讲话 那现在英国退出去了 所以你很清楚地看到欧盟干净了 这边边干净了 欧盟以前比他不干净了 因为例如说英国在里面的话 那英国就会跟美国的力量进入波兰 所以你会看到波兰 因为波兰跟德国之间的关系也比较紧张 所以你会看到中欧跟东欧的部分里面 比较倾向于美国 所以欧盟事实上是分裂的 也就是欧盟就分成两派 一派是主张自主的 另外一派是主张亲美的 这样的一个情形 我们叫做欧盟不干净了 那现在英国离开以后 欧盟就干净起来了 那欧盟一旦干净起来了以后 亲美还是好几个国家 现在力量没那么大 以前力量好大 因为英国是欧盟的三大国 三个国家 而且英国有美国的盟友 所以它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力 那现在英国已经离开了以后 欧盟开会的时候 已经没有英国的声音 那也就是没有美国的声音 因为你波兰或是捷克 或者是你们在讲话的时候 坦白说其他的大国 只要法国跟德国坐在那边看一看 然后他们就不讲话 因为意大利跟西班牙 还是比较站在德国跟法国之间 所以那些小国就变成 再帮美国人讲话的时候 讲一讲 然后他们就大概就知道说 好的可以闭嘴了 因为主要的欧盟的经费 还是这大国在贡献 所以这个影响很大 那因此所以我才会说欧盟比较干净了 那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他们要追求自己的战略自主 追求自己的战略自主 也就是说不再是 以前追随美国再走 那这一次拜登说我回来了 他说美国人回来了 我觉得Russ讲的没错 因为欧洲人有第一个考虑 就是说你回来几年 你三年后那可能川普又回来了 这是他们第一个 这是确实欧洲的一个主要论调之一 第二个呢就是说 现在的欧洲也不是你过去的欧洲 因为你美国已经不是过去的美国 所以你美国已经没办法再领导 过去的欧洲了 就是现在的欧洲 现在的美国没办法领导 现在的欧洲了 所以你很清楚地看到 对欧盟的国家来说的话 你美国回来 你要带来多少经济 也就是你经济回不回来 你的投资贸易要不要回来 然后你的本身的军事安全的力量 要不要重新配置 也就是说你已经把60%的海空军的力量 都放在这亚洲 亚太地区 那你说你要回来 你的安全的力量 是不是要重新部署 没有嘛 因为拜登说我回来了 可是他没有提出 我要在欧洲增加多少投资 我要增加大西洋 彼岸之间的贸易额经济要成长多少 然后我的军力要重新 回到欧洲里面来部署多少 都没有嘛 那这样的形成什么叫回来 就是一张嘴 然后要我们欧盟 所以G7你认为还是价值观的结合 大于很多实质上面的共同合作 我觉得只是一个年会 不得不开的会 然后呢就是有一个表态 但是不会有实质上的意义 为什么 因为法国跟德国已经表明了很清楚 就是说他跟中国的关系 已经定位了嘛 这个是欧盟战略已经定了 定的意思就是说制度是对手 然后在这个全球的议题上是合作伙伴 然后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马克风总统他任何一句话 尤其是对外交政治 他都是看选举 因为他命令人要选举 对不对 他要连任 所以我们要 拉老师刚刚有提到追求 他要追求什么 是第二个人机 而且他的对手会是机右派 对 机右派 所以他要达这个国家主义的这个想法 尤其是在外交政策 所以他当然要跟美国 其实北约也拉不进来 因为北约是一个政治一致角 那你没有欧洲的大国的支持 你根本不可能拉回来 所以我看起来 美国要把北约拉到硬碳里面来的这个企图 我觉得很难达成他要的目标 年会 新闻稿 你们就这么看G7 不过王老师 我们进广告之前 简短帮我补充一点 因为比较边缘的澳洲 他也想搭上这个台子 他说他获得了西方盟友的同意 要改革WTO 澳洲要去改革WTO 要建立一个不良行为 加助惩罚的上诉机构 也就是国际之间 你对我恶意做关税报复 或者是这个 这个的话我可以有一个上诉的机构 澳洲美国分析 这就是针对澳洲跟中国大陆的贸易战争 您怎么看 各自都有议程的情况之下 借着这个抗中的主旋律 这个大舞台 然后各自夹在议程 但能够达到什么共识吗 我觉得有几个这个共识 就是说第一个他们现在就是说 希望WTO能够做一些改革 就是说包括接下来拜登 会跟这些欧盟国家也谈到 就是说希望WTO对于国家补贴这块 能够有一些处置 就是说因为这一点我觉得就是说 可能欧盟国家他们也都愿意 也就是说因为现在 虽然他们重视中国的市场 但是希望中国能够减少 就是说国家的一个干预 有更多的一个开放 第二个我觉得就是说 大家其实对亚太 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关心 所以也许他们可能会对于亚太 或甚至台湾议题 台湾议题做一些发言都很难说 当然也许它是象征性的 可是我觉得会有一些实质的 就会有一些这样的话语出来 所以也许不是非常的实质 但是在很多议题方面来讲 似乎都是引人的 是针对中国这边去 甚至我觉得包括这个病毒的一些调查 也不是不无可能 因为大家现在很希望就是说 这个病毒的起源 以及调查的这个透明度 其实很多欧洲国家 他也不是非常的一个满意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东西 其实多少都还是会针对中国而来 至于说澳洲提议 我这就觉得蛮可笑的 我觉得他提了之后 说不定中国也赞成了 他说我自己也遭遇到你们 很多的一些关税的报复 那要调查 跟那一起都来调查 所以他也支持 好不好美国反对 我这个人是真心赴恶国 我给你讲的话 搞不好反对的是美国 对对对对 美方代表说话 美国反对吧 微笑回应